一名男子躺在單架上 沒有呼吸心跳 救護人員趕緊將他做CPR 急駐地點還在火車站的月台上 連車上的送餐人員也加入搶救行列 救護車緊急抵達車站 男子被抬了出來 但移動也不動 救護人員趕緊將他送上救護車 但男子經過搶救後 仍是宣告不治 根據老姐 他18號上午8點多 搭台鐵自強號列車 從高雄往台東方向行進 但卻出現身體不適的情形 突然全身抽搐 當時車上剛好有一名乘客是醫師 緊急急救 列車也停靠訪料車站 因為沒有外傷 他有向隔壁乘坐旅客求救 然後就叫這個小姐 然後就開始抽搐 然後就失去意識 即便是在南台灣 但冷氣團發威 就連屏東訪聊一大早的溫度 也只有16度左右 氣溫奏降 男子進到有暖氣的列車上 疑似是因為一冷一熱 溫差導致心血管疾病發作 男子搭車搭到一半突然吐死 家屬接到通知 趕到現場都無法接受 但是確切的死亡原因 還要再釐清 記者張春華評論報導 警察 警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